熊熊大火不斷燃燒 濃濃黑煙覆蓋整片天空 原本藍色的天空 已经一片灰蒙蒙 直升机来回灭火 却来不及抢救这一家三口 烈火正蚕食侵吞美国每一寸土地 全美目前共有98座火场 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 野火延烧的总面积 已经接近50万公顷 相当于18个台北市 政府总共派出 两万六千位消防队员 投入救灾行动 但是大火迟迟灭不掉 民众只能一直提心吊胆 现阶段最大的考验是 风向不断改变 加上风力强劲 助长火势蔓延 让救火工作更加困难 大约新闻综合编译 抓紧细尽